第九期正片 会情不自禁地为好人担心 怕好人再次输 带住这种担心 看完了第九期 当好人最终获胜的时候 输了一口气 也因为看完奔跑吧第九期 才明白好人想赢一次有多难 坏人经验不足 这次节目组明显是想好人赢 这点从最初的安排上就能看出来 坏人当中只有一位常驻嘉宾沙蚁 另外两位魏大勋 聂远都是飞行嘉宾 虽然魏大勋经常参加综艺 聂远也多次参加奔跑吧 但比起经常玩找坏人游戏的常驻嘉宾 还是经验不足 这点在首个游戏环节表现得特别明显 首个游戏环节叫过目不忘 所有嘉宾有30秒时间观察货品 并估算货品的数量 坏人在这个环节虽然不知道具体答案 但知道每个答案的十位数数字 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做到赢了比赛 又不被发现是一个技术活 魏大勋在这方面明显经验不足 前三次每一次都与真实数量想接近 而且每一次都相差不大 因为表现太好 被周深怀疑 然后到了第四次 魏大勋因为经验不足 故意输了一次 而且数量相差还挺大 如果四次都表现得很好 可以解释为很会玩 能做到过目不忘 但前三次表现得很好 被人怀疑之后突然表现很差 已经没法用会玩游戏解释 是坏人的可能性更大 所以魏大勋因为经验不足 在首个游戏中就被识破坏人身份 除了魏大勋 念缘也是如此 首个游戏环节 第一轮上的是一串葡萄 在公布答案之后 大家发现西琳娜一高与念缘的答案非常接近 有人开始怀疑西琳娜一高 也有人怀疑念缘 这时候念缘开始辩解 他说他只知道50多 但很快发现不对 改成了感觉50多 还好西琳娜一高的更准 成了大家重点怀疑对象 对念缘的话没有在意 否则 在首个游戏环节就能找出两个坏人 但念缘并没有吸取教训 在第二个游戏环节 同样的错误又犯了一次 念缘当住所有人的面说 我怕暴露我的身份 与第一个游戏不一样 念缘这句话大家都听到了 于是本来没有人怀疑的念缘被大家怀疑 成了第二个被找出的坏人 念缘自爆身份 也是经验不足的原因 没有工具 不一定能赢 在两个坏人被找出之后 似乎感觉好人胜券在握 但坏人知道所有规则 在每一轮的投资环节都表现出色 嘴中魏大勋 念缘都进入前五 好人想赢只有一种方式 找出第三个坏人 而找第三个坏人的过程并不容易 杨颖怀疑是杀意 理由是杀意在第二个游戏环节太想赢 不像平时的杀意 杀意听到后非常平静的解释 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只是那个游戏没有任何难度 如果继续让杀意解释下去 杨颖即使还怀疑杀意 但很难说服其他人 这时候坐在杀意旁边的周身 开始摸杀意的手动脉 想感受一下杀意的心跳 这一行为被杨颖看到之后 他直接拿下了手上戴的电子手表 给杀意戴上 通过电子手表的检测心跳功能 发现杀意的心跳很快 达到每分钟127次 在其他人看到杀意的心跳之后 也开始相信杨颖的判断 开始怀疑杀意 最终大部分人把票投给了杀意 找出了第三个坏人 可即使如此 还是有人把票投给了西琳娜一高 从这也能看出 如果不是借助电子手表 这个工具进行测谎 让大家看到杀意的心跳 凭借杀意那平静的表现 有理有据的解释 可能很多人都会相信杀意 最终投票的结果也可能不一样 所以希望节目组 可以更好地平衡坏人与好人的实力 让双方更加势均力敌 这样不管哪一方获胜都能接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